越南真的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靠田吃蛇肉 今天几位越南小哥 夏天时看见一个洞 被洞里面的东西吓一跳 于是叫来了张三老四 老四带来了锄头 很快把洞挖开了 眼前的鹦鹉把几位小哥惊呆了 里面竟然有一窝石了 有一位戴帽子的小哥 一看就是老江湖 虽然是老江湖 也怕被扒击一口 戴起手套近距离接触 现在可能不是人怕蛇 蛇去趴着几位小哥 努力的把沙土外面抛 最后经过帽子哥不懈的努力 完整的展现出来一窝辣条 这辣条可能是在过冬吧 猜选在一起吧 当然这些辣条都有剧毒 屏幕前的你 非专业起勿模仿 有些小哥也是很聚感 老四叫小伙伴 去找一个塑料袋 专业的很小心 一条一条的装进口袋 有些辣条很是不配合 极力的反击 不过在这些张三老四面前 都是无意义的 几位小哥开心呢 给摄影师展现自己成功 不看不知道 这辣条有点多有一位小哥胆子很大 无防护措施 普手抓辣条 没做安全措施就只能抓抓尾满 老四戴手套一大把 一大把的抓 根本不惧怕咬到 老四抓得很开心 一下子有一条剧毒辣条 性情大便差点被巴击一口 反应敏捷 还好专业的就是专业 这辣条想跑 把张三硬食下一条 张三和辣条周旋 老四用力的压住尾巴 两人合力 才将辣条制服 最后所有辣条都打包到塑料袋 几位小哥美滋滋的回家 估计少不了红烧还是炖汤了 屏幕前的你 小编再次提醒 该视频请勿模仿